说到一代宗师黄飞鸿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之前也有很多熟悉的仪式作品 那么最近呢黄飞鸿的故事又要被搬上大一幕了 但是呢这次出演黄飞鸿的 不是赵文卓也不是李连杰 而是彭宇燕 要在如此诗意一般的景色中拍戏 看来电影黄飞鸿之英雄有梦的众主创 真的是有够享受 不过你也别忌妒的太早 先来听听彭宇燕的一番感慨 说不定就已经三分畏惧了 华语电影中以黄飞鸿为主人公的影片超过一百部 创下以同一题材拍摄最多电影的世界纪录 尤其是李连杰赵文卓两位功夫巨星版的黄飞鸿更是功夫片中的经典 有两位前辈 朱玉在前 彭宇燕必须得加把劲 由于每天十余小时的超强度锻炼 现在的彭宇燕肌肉线条分明 但您别以为这受罪的只有彭宇燕一个人 电影才刚刚开拍十来天 三位主演见到媒体就一顿大吐苦水 看来导演是真的要好好安抚演员情绪才是 为此导演周显阳先发之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导演我来啊 看来这部片子还真的是真刀真枪真功夫啊 值得期待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